机甲大EZ 前有机甲东黄 机甲哈哈姐 现有机甲大EZ 但机甲EZ的玩法 就不是站前排挨打回蓝了 因为他根本都站不住 而是因为EZ很容易暴毙 暴毙技能就会被打断 所以让EZ肉起来 就能让他的大招 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听懂掌声 况且作为超时空战士 我开个战斗机甲不过分吧 咱们清晰头脑开局 证明我这局的头脑都是清晰的 胜败胜聊大选 大选拿个眼泪拳套 回来头脑继续清晰 野怪之前来了一张沙米拉 早知道玩地下好了 没关系 咱们是什么 清晰头脑啊 你们可曾听闻 黄鹰白海克斯 堵上那么一手变形从组器 没错 这沙米拉就是在暗示我 我准备堵一手变形从组器 我有预感 一定能堵到 就一拜一圣来到野怪 哼 我王天师从不吃接来之时 野怪环节 施亚冲给了斗方和锁字甲 回来直接把白甲给上机器人 我就不信吃不上一口连胜 我浑身奶肉 连胜来到第二凯克斯 我准备拿一个四费卡的专精装 这样变形从组器来就奶了 你看你妈呢 我操 我一定是早上奇猛了 我他妈在睡会儿 3-2有一张超时空战士EZ 是一种什么体验 既然变形从组器给了大EZ 那咱就玩一手大EZ 再开出三位来两张大EZ 但我还是两连败来到野怪 三阶段一张五配卡的强度居然只是这样 真是愁死我了 我浑身奶肉 三连败来到第三个海克斯 枪手转 机甲转 我突然双脚离地了 清晰头脑又上线了 这必须拿一手机甲转呢 不然哪有这期视频呢 听懂掌声 直接机甲大EZ安排上 拿下三连上来到洞黄哥 我也是直接拉到了九人口 换上五战斗机甲和平行宇宙 这个S8.5的星期半 我已经好久没有凑过来 终极大招 断掉对面的外配 你别说还真挺强 至少能完整地放出大招清平了 超兽独捉 世界终结前 抓住那最后的闪电 心灵在颤抖 又一次轮回十万年 再看你一眼 终点燃新年的火焰 前方 狗狗欲联 谁让我擦亮宇宙生命存在 再一眼是千年的千年 不然是眷恋的眷恋 飞越宇宙无极限 我们永不说再见 最后就剩我和这家一百血的兄弟了 我都没注意他一直满血 在与他斗志东勇两回合之后 他容错实在是太多了 我还是败下阵来 可惜了呀 我的大EZ呀